行走与民身处 这里被称为蝴蝶的故乡 我到的第一只蝴蝶 眼蝶 进入红树林核心区 滩涂上的昭潮县正在向潮水招手 招手它的主要目的是吸引异性 在红树林湿地 寻找专门在牛背上休息的路来 哇 牛背路 老师拍到了牛背路啊 在牛背上的路啊 它其实它就叫牛背路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大好河山之 历境之宗 绿色海南 动物天堂 正在播出 海南岛 游入一颗绿色明珠 镶嵌在浩瀚的南海上 这里古墓参天 鸟叫蝉鸣 分布着中国最集中 保存最完好的岛屿型热带雨林 是海南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的宝库 同时这里还拥有480万亩湿地 分布着一片壮观的海上森林 守护着中国南端的绿色海岸 本期节目 我们就将走进热带雨林 漫步贪图森林 寻觅生活在那里的珍稀豆植物 位于海南岛西南部的 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总面积为201.7平方公里 森林覆盖率95.8% 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地貌 和植被群落的多样性 形成了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 为野生动物提供了 天然良好的繁衍兮兮场所 经过调查研究发现 世界上的蝶类共有12颗 尖峰岭就占了11颗201鼠 所以这里也被称为蝴蝶的故乡 试制组跟随海南师范大学的 动物学博士王伟 一起前往入带雨林的核心区 进行野外的蝴蝶观测 看看在旱季能够发现 哪些不同种类的蝴蝶 蝴蝶是环境的指示物中 王伟告诉我们 在旱季对蝴蝶进行野外调查 是他们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捕这个蝴蝶是不是也是有技巧的 对 有技巧 一个首先你要看一下 把握蝴蝶离你的距离 差不多 老远你过去肯定够不着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很多人抓到网里面 不知道懂了 很多人抓到网里 这样去收 肯定蝴蝶就飞了 对 我们一般就扫过去 蝴蝶需要扫 扫完之后 这个网一甩 这样避起来 是一个连贯的动作 蝴蝶就在里面 就飞不出去了 我能试一下吗 可以 没问题 王伟告诉我们 想要捕捉到蝴蝶 首先要上于观察 如果是在花瓣和树叶上的蝴蝶 需要慢慢地靠近 从侧面捕捉 往上走 好 一 二 三 好 转一下 好 进来 成功了吗 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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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掌握技巧了 对 这个很漂亮 一只眼蝶 轻轻地拿出来 我们把网里放进去 很漂亮这一只 对 捕捉的第一只蝴蝶 眼蝶 因为在她的翅膀上面 有很明显的眼球的斑纹 对 眼球的图案 非常的漂亮 刚刚羽化 刚刚羽化 这就是一个属于青少年的 也不用说青少年 就是刚刚进入羽化 马上进入三指期来 眼蝶最明显的特征 就是她的翅膀上 有比较显雾的眼状斑或者圆斑 全身通常以褐色为主 因为她飞行的时候 有一种跳跃的感觉 所以也被称为临终仙子 我们展开她的这个背面来看 黑色颜色是很深的 因为它刚羽化完 所以说它在背面上面的这个鳞片 并没有脱落多少 对 看上去的感觉就像是 这个黑色的丝绒一样 对 非常漂亮 在她下方 这个翅膀的下部 接近尾部的位置 还能看到几个圆的斑点 对 是这样的 蝶有四个翅膀 前面一对 后面一对 我们说前翅后翅 前翅后翅 对 后翅上背面 还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斑 后翅尾部 对 后翅的边缘 边缘上面 后翅的海底 我们说叫边缘 非常的漂亮 王伟告诉我们 在对蝴蝶进行野外调查的时候 他都会带着专业的书籍 一本海南岛的蝴蝶图册 方便进行参考和比对 将这些蝴蝶进行相关的记录 再把它们放回到大自然当中 在我手上云有点挣扎了 我们把它送飞吧 行 坐在你身上 身上我 就把他披披了 好 飞走了 在海南 全年都能够看到美丽的蝴蝶 设置组来到尖峰林的时候 正处于热带雨林的旱季 所以蝴蝶的数量相对比较少 在固定观测蝴蝶的地方 我们幸运地一网捕捉到两只蝴蝶 捕上了 这只漂亮 这只漂亮 白色的斑纹搭配着橘黄色的纹理 两边是一样的 都是对称的 对 然后正面呢 白色和黑色相间的 这是什么固定 环甲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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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只是红锯甲蝶 它比较明显的特征 就是正面呈橘红色 翅膀有黑色巨蟀状的外缘 它是甲蝶中颜色最艳丽的种类之一 它的这个触角也是很有特别的 它触角上面 木顿 不光是膨大 还会有这个黄色 不同的颜色不一样 像这个有点橘黄 这看得漂亮 蝴蝶属于变温动物 它的能量主要来源于太阳辐射 所以一般在阴雨天气过后 需要阳光至少照射两个小时 蝴蝶才会开始出来活动 您这是又补到了一只什么 看一下 属于青壮年 可以这么理解吧 对 它非常的艳丽 人色 图案是很明显很清晰的 对 白色紫色 还有红褐色 对 这是叫什么蝶 这是甲蝶刻的 甲蝶刻的应该是水甲蝶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具体的叫什么名字 经过仔细对比发现 这是一只鸭纹排甲蝶 属于中大型的蝴蝶 王伟告诉我们 这是它第一次在尖凤岭观测到这种蝴蝶 是两个翅膀上面是有白色的纹理条纹 然后在这个尾部的位置会有红色的斑点 对 然后在这个中部 像这个前段像个V字形 这个斑 是一个V字形 这个蝴蝶 这是我在这个地方 首次见到 第一次捕到 对 第一次捕到 很难找到吗 这种 这种不太常见 然后呢 首次捕到 又是首次捕到 这刚刚雨化不久的 非常的艳丽 非常的漂亮 鸭纹排甲蝶 主要分布在中国的海南 广东和云南等地 它通常在热带的山地与林里活动 所以不容易被发现 常见的蝴蝶 寿命一般在70天左右 有些蝴蝶的寿命比较长 大约是200天 因为蝴蝶飞行 迁徙的距离最长不超过20公里 比较常见的蝶类 通常都是在5到8公里的距离内活动 或者以10公里为直径的范围内飞行 所以尖峰岭的植物多样性 可以让蝶类更好地在这里繁衍生息 王老师 蝴蝶在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中 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咱们国家环保部在12年 将蝴蝶这个环境变化的植物种 然后16年就提供了一个项目 在全国开展蝴蝶的监测 然后用于研究环境的变化 正是基于蝴蝶作为环境的一种植物种 所以说我们基于研究的结果 找出原因 对冲下药 采取信用的保护措施 所以说蝴蝶的研究 在整个热带雨林的保护中 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尖峰岭的热带雨林中 还有许多动物也非常有特点 因为黄金蚁能够在树上筑巢 所以也被称为动物建筑师 王老师在前面的几棵树上 是看到了黄金蚁的巢穴 在什么位置 这几个 那个物业呢 中间看到的 看到了吗 中间是枯叶 铸成了一个球体 就是它们的巢穴 对 体积还不小 对 那一个 上面有两个 三个 每棵树上都有 对 那棵树上还有一个 那这个黄金蚁它的巢穴 为什么要建在这么高的位置 它一般建在树冠的地方 然后呢 有西洋的地方 黄金蚁又名 黄甘蚁 红树蚁 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 黄金蚁的生性凶猛 一群黄金蚁可以有好几个蚁巢 数量多达几万只 在这边还看到了 有几只黄金蚁 正在往它们的巢穴里面 运送食物 是什么 是蜘蛛吗 蜘蛛 这个蜘蛛的体型 要比它大很多 对 所以说我们看到了 是有几只黄金蚁 是共同协作 把这个蜘蛛再往上运 个体小的时候 它自己能举得重 它自己就搬回去了 你看这一只 它正在搬一个 可得差不多的 如果个体比较大 体比较重的 然后呢 它有几只一块 协同往那一块搬 黄金蚁的群体 将日常工作 分配得津津有条 如果工蚁发现了 比较多的食物 它就会先搬一部分 往回走 同时在沿途 分泌一些激素 告诉自己的铜马 哪里有食物 其他的工蚁 就会沿着气味 找到食物 曾经有个英国科学 做过一个实验 就是将那个蚊香 放到这个蚁草里面 刚开始 这个蚂蚁 惊慌失措 然后呢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之后 一群蚂蚁过来 喷蜜蚁酸 把这个蚊香给灭了 就是灭死了 然后一星期之后 这个科学家 又换了一个蜡烛 蜡烛过来之后 再放在这个蚁草里面 它要比蚊香更热 火焰更强 这时候蚂蚁就没有出现惊慌失措 而是呢 有条不紊的过来 然后呢 通过喷腹部 喷出一些物质像蚁酸 然后将这个蜡烛灭掉 所以说它有学习的精神 所以说蚂蚁啊 它这种团队协作的方式 不光是先天的遗传 在后天也是经过学习 对 黄青蚁喜欢在海南牧连上煮巢 同时它们也对牧连提供保护 使它避免受到一些 食野昆虫的侵害 这两个蚁巢 看上去比较新 应该是最近刚煮好的 现在看的这个巢穴啊 是不规则的 是把不同枝条上面的叶子 粘连在一起了 对 怎么做到的 对 我们来看一下啊 轻轻的 这个比较不要 你看 这来自于两个枝条 是吧 叶片它是这样的 它们在坐窝之前啊 这个叶片是 工蚁先把它给啊 拉在一起 就咬住 拉在一起 然后呢 你朝里面的 有一些小一点的工蚁 就会拖着它那个右翼 然后上里面吐湿 把它给粘起来 黄青蚁的铸巢过程 十分奇妙 一般在树冠向阳的地方 选好合适的位置 一些黄青蚁 口含自己群体的幼虫 它们在叶缝 或者枝条间吐丝 从而粘牢成为一朝 现在王老师呢 是要用这个镊子 揭开一片叶子 我们就能够看到 内部的一个结构 是吧 对 我们先打开一个小叶片 看一下 非常多 你看啊 很薄的一层 对 很薄 很薄的一层毛 巢穴里面的蚂蚁 也爬出来了 是吗 看一下 什么样里面 哇 这么小的一个巢穴里面 密密麻麻的 有很多只黄金蚁 而且它里面的结构 是不规则的 好像分了很多层 中间有的这个叶子 还是卷曲起来的 对 它是刚开始做的时候 先做两个叶片 搭在一起 然后把这五个叶片 再包过来 所以是感觉到 像分层一样 因为整个蚁巢 受到了破坏 黄金蚁都警戒起来 四处寻找敌人 做好战斗的准备 从外表上看 整个蚁巢很大 但是出乎我们的意料 这些树叶 就是靠这样的 白色薄膜固定在一起 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吗 可以 慢慢来一点 好 你看很凶 它觉得是 这是敌人在攻击 是这种感觉的 很薄 并不是特别的柔软 很薄 它的这个膜 感觉还是有一点韧性 在里面 这就是黄金蚁筑巢的时候 由于粘连叶片 吐出来的丝形成的薄膜 很薄很薄的 就摸上去没有什么感觉 就看上去的这个感觉 有点像是这个 大葱外面的这个表皮 对 像咱们这吃葱 有那种皮一样 那它的这个丝是特别特别的细的 对 那这个薄膜啊 它除了有粘连的作用 还有其他的作用吗 刚开始 因为它刚开始 我们现在看前面大的 包裹的比较严实 然后这个桃比较小 可能还没有完全把叶子全部粘连起来 所以有些地方像吐风一样 所以它又还起了一堵墙的作用 在海南岛 每年有长达半年的雨季 还会出现恶劣的台风天气 这些黄青蚁利用自身的技能 生活在这片热带雨林当中 无论是色彩艳里的蝴蝶 还是动物建筑师黄青蚁 都离不开金峰岭独特的自然环境 科研团队对这些动物进行观测 使热带雨林的生物多样性 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进入红树林核心区 多种红树在这里盘根错节 攀土上的招潮线 正在向潮水招手 招手它的主要目的是吸引异性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大好河山之 逆景之宗 绿色海南 动物天堂 正在播出 在海南 除了分布在 高山密林中的热带雨林 还生长有一片 沿海滩土森林 红树林 设置组就曾来到 海南省东寨港的红树林 这里是中国建立的第一个 也是连品面积最大的 红树林保护区 一言望去 这里的红树林 整片都生长得非常整齐 高低大小是 十分均匀 红树林与穿插旗舰的河道 形成一幅美丽的风险画 得到保护区的许可 设置组成做一条小船 近距离地观察这片红树林 目前这一边还都是缓冲区 走到这个潮沟 到那边就进入了核心区 拐一个弯是吗 到那个右手边就是 到这个一个潮沟中间 就到了核心区了 那现在我们是乘船进入吗 日常的话 就是渔民啊包括游客 是可以进到这条河道吗 那里边是不可以的 那里边是不可以的 到核心区就禁止任何人进入的 就完全保护起来了 那像现在其实我看到 周边这个树木还是比较充裕的 然后远处 你看我身后全都是鸟 这是什么鸟啊 白鹤 白鹿 没有想到我们刚一进去 身后就有这样的一个白鹿 在我们身后飞 就是这种自然景象 我觉得在日常我们城市 都是很难见到的 平时你们经常在做实验的时候 能看到它们吗 对对 尤其在早上晚上的时候 特别多的这一边 因为这个是蜘蛛根 这种蜘蛛根是特别吸引白鹿在上面 而且这边的摊土是比较浅的 这个白鹿脚可以踩到这张水里边 在这里有点实物 就你看旁边这些 就是蜘蛛根特别明显 比如我们在就是岸上的时候 看起来更加的清晰 它全都是一根根像柱子一样 像脚一样的枝叉 然后直扎在这个摊土上面 然后它的树可以看到水还是很浅的 这个是白骨壤这一种 白骨壤 对 是一个树种是吗 对对白骨壤 现在我们看到都是什么树种 有哪些 这些是红海蓝 红海蓝 这些到大的有蜘蛛根的都是红海蓝 哦 里边也穿塌一些正红树 正红树 对 在外边比较矮的就是白骨壤 与枝竹根都已经清晰可见 这个树叫做白骨壤 你看它的树干弯弯曲曲 而且比较发白 所以给它名字就叫白骨壤 哦 那我看到啊 这个树其实树长得很矮 而且是旁边歪起扭巴的 它是自己就是倒了 还是说就生长是这样啊 这个树呢 我们经常听说红树林叫做海上森林 对吧 它其实这个树是最有这个特点的 在通常的水位的情况下 它的树干都是没在这个水里的 漏在上面的树干 就看起来就像在海面上 漂浮了一片森林的这种感觉 它是比较耐延的 也比较耐延 它是长在最 它们最靠外的这个位置的 白骨壤被称为红树林的先锋树中 这是因为 它们主要自然分布在低潮带 也就是离海水最近的地方 在海水潮位高的时候 它们一般只能露出树干顶端 甚至被全部淹没 所以又被称为海底森林 或者海底绿岛 独特的生存环境 也让它的叶子具有特殊的能力 蜜盐功能 一般海水的盐度是千分之三十五 红树植物生长的平均盐度 在千分之十五左右 而这个白骨壤是非常耐盐的一种 那植物耐盐它有很多机制 有的是通过根部就拒绝盐的进入 像白骨壤这种 它是把盐从根部吸收过来之后 在体内进行分配 把盐量的集中到叶片上 然后再由叶片的盐线把它分离出来 自己排出来 对 再把盐排出来 那在这边可以看到吗 通常它在叶背 在叶的背面 你看这种白的点盐 就是盐排出的这个点 盐线 其实如果现在 因为前几天刚下过雨 它很多盐都冲下去了 如果天气比较热一段时间 再不下雨的话 这个盐就会特别明显 在背部就 会很密吗 对 会分布很多个小盐点 但是只有这种树 它会这样密盐吗 好多种都可以 像童话树 鲁蝶等等 都有这个密盐的特征 与白骨壤类似 红树林中许多植物的叶片 都具有密盐功能 这让我们十分惊奇 它们能像人出汗一样 把盐分排出体外 这是由于它们拥有 可以排出盐分的内部结构 密盐线 避免了海水中过多的盐分 对它们造成伤害 这不由地让我们感到 大自然物中进化的奇特 现在的话能在海里生长的植物 是只有红树这种种类吗 桥木的话就只有红树植物 那草本还有一些像芦苇 香菇 还有像海草床 那它们都是能够生活在海里的植物 红树林是一个非常开放的 一个动态的一个系统 因为它不仅就在涨潮的时候 海水要涌进来 然后退潮的时候 河流的水要流出去 所以它的整个生态环境 既受到海水的影响 又会受到陆地上污染的影响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 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 我们的船只向红树林的 更深处行驶 潮水的水位也逐渐降低 为避免搁浅 湿制组换成体积 更轻小的一艘小木船 这样可以顺利渡过狭窄的潮沟 进入红树林深处 我们从这个主潮沟 刚才发现了一条小潮沟 由于这个水面比较浅 所以师父说 必须我们换成这种小木船 来能进入到这种窄的河道来 是不是 哇 这里面我感觉就像 进入到这种魔幻的世界 里面特别密 特别的密 而且像童话故事里的那种 就是魔幻世界的时候 才会有这种动画的 这种弯弯曲曲 就是支插交错的这种场景 因为我们在城市里看 都是比较笔直啊 或者是比较稀疏的 星昆对我们说 红树林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一笔宝贵财富 它们生长的环境非常特别 不仅高盐缺氧 而且土壤偏酸 有机质含量高 红树植物也是经过长期的进化 才形成了根系极度发达 蜜盐巨盐的生物学特征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最显著的特征 就是胎生现象 这个就是它刚开过花之后 开始形成种子了 这是种子啊 对 但是我们靠近一点可以看一下 那个比较典型的 这个比较典型 这个 这个吗 对 它开始往外长的这个芽 对 这个 开始往外长的这个芽 就是将要形成它的胎生褚褚 胎生褚褚 对 这个小的这个是不是 对 胎生褚 对 一般的植物它是产生种子之后 不就开始降落了吗 但是我们红树植物这种胎生 就是种子在这里形成 然后呢 它会形成一个胎褚褚褚褚褚褚呢 将种子在这里发育成一个 像小树苗一样 就在这里边发育成 随着它的长大 里边的这个种子也开始发育 然后发育到一定程度 大概有十公分左右 它就从母体上脱落下来 就是上面这个小尖的部分 它开始生长 对 它能长到多大呀 十到十五公分 十到十五公分 相当于这么长 对 这么大呀 对 然后它再掉落到这个 它的树根底下 对 掉到树根底下 如果这个时候是退潮 它就直接扎到土里了 就开始生长了 如果是长潮 它这个种子就会随着随去漂浮 这种胎生现象是只有红树才有吗 在自然界当中植物的胎生 就是红树植物 红树植物 对 这个胎生现象 为什么只有它才会有这种现象 它也是为了适应这种海岸 漂浮不定的这个地表 然后形成的这样的一种适应特征 它找这个它有什么作用 如果是种子落下来 种子是很轻的 但是很难扎到泥土里边去的 而且如果底下是潮水的话 这个种子落到水面上 很容易就腐烂掉 但是外面有一层胚轴 这个胚轴可以保证里边的这个种子 在水中浸泡几个月都不会腐烂 动物的胎生十分常见 但植物胎生就很少听说了 辛坤告诉我们 大部分红树都存在胎生现象 它们的种子不是成熟后就脱离母体 而是继续吸收营养 发育到一定阶段才脱离母体 这与红树林生存的环境密切相关 只有这样 红树林才能在每天的潮涨潮退间 保持种群的延续 随着时间的退移 红树林的潮水渐渐退去 为避免船只搁浅在红树林间 设置组赶快划船上岸 之前我们拍摄到被潮水覆盖的滩土 以渐渐陷露出土地 这真是一片神奇的森林 辛坤让我们换上 专门在滩土上作业的防护服 与他一起走进岸边的滩土 近距离观察触摸红树林 你可以走进来可以看到 越往里走 因为离海滩 哇 斜出不来 你的海滩就越近 所以我们的脚印也就越深 哎呀 哇 可能一不小心 那个鞋就 拉不出来了 哇 每走一步都特别困难 感觉为什么我走这么困难 红树林滩土的图质非常松软 这让刚走进去的设置组 不太适应 行走一段距离 大家就慢慢掌握了 在这里走路的要领 这真的有点难啊 你看 刚才我们在上岸上的话 其实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呼吸根 对对 在下面就看到它 哇 你看就是一个个小树枝 但是它摸起来很软 我不会给它掰断吧 没关系的 每一棵树有很多呼吸根 这个树的呼吸根主要是来自于那棵树 那边 那边的大树 对对 这次白骨壤 你看 特别的软 就可以完全没有断 但是它可以任意地去折弯它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性是不是 对 随着海水的退去 白骨壤的呼吸根都已经显露出来 呼吸根与我们之前见到 肩膀海帘的膝状根 形状和作用都十分类似 只是体积更小了一些 它们伸出泥土表面来帮助红树进行气体交换 更有利于通气和储藏气体 维持红树的正常生长 呼吸根 吸转根 枝柱根 这些独特的根系 让红树林牢牢地生长在银海滩土上 形成独特的风景 像东泰港这个地方 常年来说一般长长居高水位 也就是两米左右 两米左右 其实落差不算特别大 对 东泰港这个地方 因为它地线城的这个陆地 它是有一个火坡的 这个坡度是比较小的 比起广西的红树林啊等等 这个我们的长沙是比较小的 对 所以我觉得我走的还挺挺远的了 但是你看它的水 虽然底下泥沙淤界还是比较厚实的 但是它的水非常的浅 它还是能看到底下的沙土的 是吧 我们的脚也向下特别深 对 像我们这个滩土面积是非常大的 正因为有这么一个平缓的滩土 才发育了这么好的红树林 所以其实保护红树林 不仅仅是保护这个植物 还要保护滩土 保护滩土上的小动物 保护鸟类 保护整个生态系统 所以整个生态系统的保护 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这才是保护红树林的最关键的地方 沿着海岸线行走在红树林 潮水渐渐越推越低 我们在滩土上常常见到一些小动物的身影 每当你注意到它们时 它们就一下子钻进滩土中了 在岸边我们遇到正在这里 从事土壤观测工作的谢棕林 他是新困的研究生 与我们一起寻找滩土中最常见的小动物 招潮蟹 哇 这个是螃蟹 我们刚走进来就看到这个螃蟹 这个洞里有一个大的 这么抓呀 哇 这个是什么蟹 这是一个向首蟹 向首蟹 这是怎么分出来是向首蟹 或者刚才你们说的 它两个犬子一样大 招潮蟹是一只大一只小 好可爱呀 你看这个小螃蟹一直在这个洞里 钻来钻去的 它们日常就在这个里面 就在这个潮地里面带着是吗 只要去潮了这上面蟹的整个是很多的 然后数量也非常多 非常多 除了蟹之外还有贪图鱼 贪图鱼 我们其实通常把它叫跳跳鱼 跳跳鱼 为什么是它一跳一跳的吗 对 这个鱼不是游泳的 它是在这个贪图上跳来跳去的 你远看是静悄悄的一片贪图 当你走进的时候 会发现里面特别伤机 对 因为我刚一走进来 一迈腿 然后可能我们的脚步下到它们了 所以就很多的 我不知道是螃蟹还是鱼 就是在我眼前就在窜 是不是 因为它们本身因为跟泥土 其实融为了一体 东寨港红树林有软体动物 一百一十五种 鱼类一百一十九种 蟹类七十多种 虾类四十多种 每当退潮之后 就是它们登台表演的时间 随处可见非常热闹 招潮蟹是其中 最独特的一种小螃蟹 蟹棕林帮我们捉到理智 这就是招潮蟹吗 对 它的钳子夹得不疼 不疼 那我就放心了 你看 它这个 它怎么不伸开呢 你看这个螃蟹 真的和我们普通看到的蟹 不太一样 为什么呢 你看它这个爪子 这个钳子 好大一只 而这边呢 却很小 我估计都看不出来 它缩在这儿 你看 这么一小点是吧 这是它的特征 对 它之所以叫招潮蟹 就是因为 当潮蟹水退却的时候 它就显现出来了 它的那只比较大的那只鳌 就在这个 一直迎着这个潮水 展落的方向 就招 招手 对 我们感觉是招手 所以给它起个名字 叫招潮蟹 这边非常多 是不是 因为我们刚才过来 也是因为从远处 就看很多橘黄色 包括我们右手边 一看很多橘黄 一片橘黄色 都是它这个爪子吗 对 都是这个小钳子 对 招潮蟹 一般分布在热带 与亚热带的潮尖带 它最大的特征 就是拥有一对 大小悬殊的蟹 摆在前胸的大蟹 像是武士的盾牌 而小蟹又非常小 在英文中 它被称为提琴首线 因为两只鳌 就像是在拉着一把小提琴 它抓人的时候 就像一个小针 虽然不怎么疼 但还是有感觉的 扎在手臂上 而且它吃东西 它是靠最小的钳子 它通过拿小手钳来 不断地夹东西 这个吗 对 用这个钳子 对 那大钳子呢 大钳子不应该是 我们觉得最常用的吗 但是相反 它不知道为什么 它就不用大钳子 招巢蟹只有熊蟹 拥有一只大鳌 雌蟹的两只鳌都很小 功能只是用来取食 所以也被称为取食鳌 摊涂表面富含了藻类 和其他有机物的小颗粒 是招巢蟹的食物 它们会不断地用小鳌 送进嘴里 大钳子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吓唬敌人的 一个是吓唬敌人的 另外一个它就是 不停地招手 不停地招手 它的主要目的是吸引异性 它是为了吸引异性 才招手的 对 那异性不是也在底下呢吗 但是它这个挥舞的动作 会让其他的 显得比较显眼 会让其他的异性看到它 你看我们看到它 它不动的时候 就感觉它 就像一片静止的东西 所以它通过挥手 让异性发现它 吸引注意力 是不是 招巢蟹大的那只鳌 被称为胶瓢 颜色鲜艳 有特别的图案 这只鳌的重量 几乎是它身体的一半 长度也往往是 蟹甲翘直径的三倍以上 如果两只熊蟹 争夺地盘或异性 大鳌便成为 有力的搏斗武器 如果熊蟹不幸失去大鳌 圆处会长出一个小鳌 原来的小鳌 则取而大只长成大鳌 发挥相同的功能 所以就说这片 为什么说是一片 非常完整的生态系统 因为旁边你看 远处还有这个白鹿啊 或其他的一些鸟类 也会把它就给吃掉了 是吗 所以就是一个 完整的生态链 对 它吃植物的碎屑 包括一些其他的 一些排泄物啊等等 它是一个绿食者 然后当它 储存了一定的燃养物质 又会被高一级的 燃养机的鸟类啊等等 把它取食掉 就一层一层的 形成了我们现在 所看到的这个自然界 在红薯林湿地 寻找专门在 牛背上休息的路来 哇 牛背路 老师拍到了牛背路啊 在牛背上的路啊 他此次他就叫牛背路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大好河山之 秘境之宗 绿色海南 动物天堂 正在播出 东寨港红薯林湿地面积 达12万目以上 是中国著名的官鸟圣地 我们曾跟随一位鸟类 摄影爱好者 也是保护区负责官鸟 和红薯林科普工作的 冯尔辉 来到红薯林里 一处最佳官鸟点 提到夏唐湿地 中国的鸟类摄影爱好者 都非常熟悉 位于海南岛北端的东寨港 是东亚候鸟迁徙的 重要落脚地和加油站之一 每年9月开始 陆续有大量的东候鸟类 从这里经过 部分鸟类留在东寨港的越冬 我们在走过来的时候 其实前方是有不时的 有一群一群鸟在飞的 是吧 对对对 我找一下 好 这里 20多只黑色长脚 也可以看到 这个 20多只 看看 这个 那个翅膀是黑色的 我看到了 脚是很长 红色的 它这个嘴是尖尖的 是吧 对对 异类的嘴都是比较尖尖的 比较尖长的 因为从这个 这属于望远镜 这个看出来 就是画面感特别的 就是动态 然后有波纹 水波纹在镜头里面晃动 然后鸟不时的在 就吃食 然后它这个鸟啊 就是长得跟平时我们看到 还是不一样 肚子是白色的 然后身体是黑色的 而且腿很细 所以站在水面上 感觉总是站不稳的感觉 是吧 特别优雅 这个鸟应该算是 很好看的一种吧 非常好 像我们 我们行列 我们说中国最美的水鸟 最美的水鸟 对对对 但一般的话 它们是什么时候过来 一般的话 九月份的话 它就从北方陆陆陆续续 过来这边 越冬 越冬 九月份到了我们这个 东在港 来越冬 然后到第二年的 三月份 再慢慢陆续的 再回去 对对对 黑赤 黑赤长脚域是一种修长的黑白色色情 喜欢栖息在开阔平原草地中的湖泊和海岸附近咸淡水交汇的沼泽地带 主要以红树林中软体动物 虾 甲鞘类等动物为食 这种候鸟性格胆小 激进 当有干扰者接近时 肠不断点头示威 然后飞走 红树林生态的多样性 为鸟类 尤其是水鸟的栖息密食和繁殖 提供了所有要素 致密 幽静 很少外界干扰的林地 是鸟类栖息和筑巢的理想场所 好 有了 我看看 牛背露 牛背露 是白色的那只吗 对对对 就是有点看不清 它具体的形态 只能看着是很瘦的 一种白色的鸟类 对对 它这个为什么叫牛背露呢 它一般的话都会跟在牛的后面 或者站在牛的身上 因为牛走的时候会经一些蝗蟲 蝗蟲啊 会是一些蚂蚱这些东西 它会撕这个东西 牛背露是一种中型社群 站立时像驼背一样 嘴和颈都比较粗短 但体型比其他鹿类要肥胖一些 牛背露是唯一捕吃鱼 而是以昆虫为主食的鹿类 也捕食蜘蛛 马黄 蛙蕾等其他小动物 由于我们所在的位置 不能看到牛背露清新的样貌 福尔辉带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 逐步靠近水牛 他也带上相机 希望可以捕捉到牛背露 停在牛背上的画面 经过半个小时左右的等待 我们十分幸运地拍到了牛背露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看到了 那个 哇 牛背露 老师说 老师拍到牛背露 在牛背上的露 它其实它就叫牛背露 它跟牛是一个共生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其实还挺幸运的 真正是可以看到牛背露站在牛背上这样一个情景 那它本身比如说它有没有跟其他鸟类不同的那种特征 对它很 它这个跟其他的鹿鸟的话 特别是它跟小白鹿特别像 那这两种是一般在野味 我们没有经常看的话 可能不好识别 但是如果息息观察的话 它的嘴部的话 小白鹿会是黑色的 然后它的嘴部有点淡黄色 对 这个是很明显的特征 但是它相对于大白鹿来说 虽然都是白色 大白鹿的体型比它大了很多 牛背露羽毛的颜色 在不同季节会发生变化 在夏天时 它的颈部和后背的羽毛 大部分为橙黄色 尾部和其他地方都成白色 到了冬天 它们全身羽毛都变成白色 个别在头顶有一部分黄色羽毛 它在我们这边的话 是属于牛鸟 然后它每年 它也在我们也算是一个冬号鸟 它有一个明显的季节的变化 然后平时我们也是可以 但是如果是夏季的话 它反季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看得相对省一点 然后到这个冬季这个时候来的时候 它的数量会一个比较值得 直线上升 直线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它一般什么时候来 然后什么时候越冬就回去了 一般的话它就会 九月份的时候慢慢的开始增多 然后到这个三月份的时候 那个数量会减少 但是我们还会看到一点 海南的牛背路一部分是牛鸟 一部分来自于北方候鸟的迁徙 它们每年四月见到北方繁殖地 九月再千里繁殖地到海南过冬 牛背路与水牛之间互离共通关系非常有趣 它们可以捕食牛背上的寄生虫 和因水牛走动而被轻扰飞出来的小虫 水牛则依靠牛背路赶走身上的银虫 在红树林 白路 仓路与牛背路十分常见 经常成队或组成三五只的小群 在湿地活动 天色渐渐变暗 风儿会告诉我们 傍晚时分是圈鸟归巢的时间 现在的红树林非常热闹 我们跟随它回到位于塔市的 红树林核心区 哇 那边 这些都是吗 对 这些都是 它们现在等于是要回家的 是吧 现在的话傍晚就像我们早书晚归 这个时候它应该是回家休息了 最后大概会聚集多少鸟 在我们身 就是在它们家的范围之内 最后的话可能会有数万只 然后全部集中在一起 然后再不停地翻滚 它们会先展示一个仪式 回归的仪式 然后翻滚 然后全部集中 然后慢慢地被落在这个红树林上面 哦 也就是说我们前面 正前方的这一片树林 就是它们回家 它们家的方向 是吧 对 每个冬季的日落时分 红树林就变成了一个盛大的舞台 数以万斤的鸟类 都从四面八方回到这里 有些在天空盘旋 有些在水边洗澡 有些在枝头歌唱 红树林就是它们最安全和舒适的家园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卫士我们是塔式片区 这是我们保护区的一个核仙区 这里的生物多样性也非常的丰富 整个生态环境也保护得非常好 是我们保护区最好 最棒的一个地方 然后实施鸟也很聪明 它肯定会选择一些人为干老 很少 或者是环境很优美的地方来作为它的稀奇地 因为这个家很安全 对于它们来说 不仅有好的水源 有好的这种食物 然后还有更安全人很少的地方让它们来休息 是吧 而且从我身后你可以静静地听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听到 那边非常大的鸟叫声 就像开一个盛大的一个聚会一样 然后不停地在这发出不同的鸟类的声音 就感觉特别的清脆 特别的好听 潮涨潮落的每一天 奇妙的红树林里总会发生着不同的趣事 也许是像潮水招手的螃蟹忽然又钻进洞穴 也许是骑在牛背上的鹿忽然震至高飞 也许是一颗红海蓝的种子 掉落在滩土上生根发芽 红树林是海岸朝前代唯一的森林样态 它不仅仅是抵御风暴潮的第一岛屏障 也是有着强大海水净化能力的 四大海洋生态系统之一 保护这片海上森林 不仅仅是为了那些独特的红树植物 更是为了保护整个生态系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